它超绝了 然后我们就是单口的玩具 看是我们今天的酒吧路透 你这边也没谈对不对 哦哦 sorry 好了大家 继上次很早之前的台北佐巴路跑第一集之后 我们迎来了第二集 正好前一阵子亚洲Top50榜单公开嘛 想说再无法感觉这边就要难产了 这家Barmood我观察了一下 吧台上全是shake的杯子 我去的时候是没有stir杯的 可能他们stir酒也是在不锈钢杯里面完成的 我也不是很确定 酒单我们去的那一集还是甜酒元素偏多 只能说是不太符合我们的口味 所以我们也就喝了两杯就走了 你喝喝看 看意外的就是添加力的香味还蛮突出的 但是柠檬汁的味道也太重了 它是添加力的味道 它是柠檬汁的味道 看到前两个味道差不多退了以后 有一点不得差的味道 反正就我5月份的那次体验来说 他们家的融合度和整体风味架构 对我来说不算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它是马高的infuse的酒 所以它马高的味道也要比较深 我觉得它甜对我来说 蓝天强酸的酒 很香 那点喝不就要比较厚 它是柠檬汁的手法 White Lady的碎冰感做的不是特别好 然后后者的风味层次就偏弱 虽然有表达 但是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整体对我来说就是甜度和酸度 会有些偏高 喝完会有点嗓子痒痒的发迹 有点偏浅 我觉得它里面有点鱼汁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它本身会有点香气 我觉得它特别像 哦 柠檬 Makes sense 之后我们是去了public house 然后路上路过离家Colorland的店 就进去体验了一下 你们这边有没有滴馆 我们11月来台湾的时候 有机会想去他们家酒厂参观 2015年的时候 我们在英国的比赛 然后他们的比赛是 会选像单一麦牙 单一麦牙的威士忌 会选一个冠军 然后单一麦牙单头威士忌 再选一个冠军 然后我们就是单筒的管区吧 我们现在要去台北排名第二个酒吧 在TOP50上 嗯 哇 这个装修太像CANON了吧 那现在好 超级美食 5月份的时候台北的第一名酒吧还是引到 现在已经变成了我刚刚那家BARMOOD 但Public House确实还是台北的第二名 今年从43名变成了44名 我个人感受到的是Public House那天在吧台的两位调酒师小姐姐都非常认真 一个stir很不错 一个shake很漂亮 它挺细腻的 意外的 但气泡 我不太喜欢 嗯 我觉得这杯还不错的 是这两天喝完比较好喝的一杯 气泡感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气泡感 它层次好丰富的 下面这个的话是要超过的布朗尼 可以先喝一口酒的原味酒味搭配布朗尼 谢谢 有的时候去一家酒吧会感觉到调酒是心不在焉的 或者也有一些动作看起来很潇洒 但又好像不是真的专注在调酒本身上 感觉五香蕉面包的味道 就很难描述 但是我觉得对一件事的认真的神态和气场是骗不了人的 嗯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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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的 看那个我的 但不是 哎呦哎呦哎呦 对不起 它前教就是非常 你喝进去就说它是minegrowing的ket 然后 后尾韵是会有咖啡的 咖啡巧克力那种苦甜感出来的 很充分的 我觉得这家店不错 你看刚刚那个小朋友他其实是在厕板很好 那个人是一个厕所很好 哇 这边我好喜欢 它尾韵有点淡淡那种类似去海苔的那种 它是那种 就是 是 郁茶干已经接近于像海苔味了 因为有些抹茶 高级抹茶 它就是会带着海苔的感觉 所以这两个东西 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联系在一起 类似于那种新鲜感在里面 爆米花吗 嗯 它是爆米花 爆米花挺好吃的 我也是 巧克力花 嗯 它是蘑菇型爆米花 不是蝴蝶型爆米花 之后我们让他推荐酒单上不甜的酒 他也很实在地告诉我可能没有 就帮我做了一杯Martini的Twist 用狭多力代替了魏美斯 然后加了点接骨肉的糖浆 其实我自己剪辑酒吧路跑的时候 会越剪越迷茫 因为喝鸡尾酒真的是一件太主观太私人的事情了 这边真的超级好笑 我们酒吧出来去热潮店路上路过一个地方 大家都在拿手机拍照 然后下来个明星 小王就拿着手机一路小跑去拍 走过去问他是谁啊 他竟然会我说不知道 然后他竟然很慎 有的拉住了边上的姐妹 问刚刚这个帅哥是谁 之后的这家店 我觉得是每个威士忌爱好者 来台北都应该去一下的 里面全是威士忌 而且有非常多的选择和西游款 每款酒都有标一盎司的纯饮价格 我们就喝了点之前没喝过的烟熏泥每款 当时真的有被奥特摩给震惊到 那天喝的是14.1 他就和之前喝过的爱给岛的泥梅威士忌非常不同 闻香具有很重的那种类似寺庙的烟火味 就是类似烟火燃尽灰飞烟面之后的那种味道 但喝起来竟然非常温柔 口感很温润 油脂感也很丰富 灼烧感很强 和我们喜欢的阿贝相比的话甜感会偏重一点 对我来说当时有股莫名芹菜茉莉花蜜的感觉 这家威士忌坝也太酷了吧 真希望能住在他们家楼上 然后这家在我们住的饭店楼下 也是这次来台北给我们最惊喜的酒吧 它有一个喝的顺序就是全部都从上往下喝就有一个 那阿贝拉这个区分用力的话是酒 越上面的话它喝起来的风味就会越细致 让它越往下的话它的风味香气就会越来越饱满 它的香气会越重越浓郁 所以大家喝着喝的话就会建议你们都从上往下喝 每家酒吧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和态度 不一定和每个客人的气场或者说预期相匹配 酒单每一季组可能变化也比较大 其实路跑的影片参考性不会很大 我其实本身真的不爱甜酒 但Bar Weekend做到了用它的极致 让不爱甜酒的人也由衷的敬佩的程度 我觉得它闻起来就是像柠檬红茶的味道 喝起来它茶酸味真的非常的出来 而且已经没有茶色味 喝的出来非常细腻你知道吗 甜度这个方法 对 就是牛 牛 我觉得主调比较像是茉莉和乌龙的味道 比较多一点 它鸡酒本身的风味我喝不太出来 它鸡酒本身的酒感比较弱 它用了龙士兰郎姆福特加克勤酒 它酒感是有的 但我有想到想为什么要用四种酒去做鸡酒 它用五种茶所以这种是不是 这有什么关系吗 因为以前这间店就做了非常多茶香观的东西 所以我们其实冰箱里面有非常多茶的叶琴 就是有茶香起来 那我们那个时候是突然想到一件事 那不然我们来做一个茶风味的尝到冰茶 对 是从这个圆形然后点变成价值一 还要特别用到淘湾的苦瓜 会有点那种花的啊 不够比较不香 带着苦 OK 您好 哇 你这杯好香啊 哇 它把苦瓜和茶香和威士忌的味道 从温香上就融合得非常 好草绝了 虽然说对我来说甜度稍微高一点 但是太细腻了就是 它真的就是有那种在草地上 清晨的草地上晒太阳 然后还有点露珠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它变成那种草地的那种清苦感 而且我莫名的在这种酒里面喝到了脆的口感 就是我很能跟你形容就是 这一段我的收音有点问题就随便聊聊别的 其实有一次和一个对鸡尾酒也很有想法的朋友聊天 复盘了一下知子年喝的特条 就会发现真正好喝的能给我留下记忆点的鸡尾酒是少数 而对我而言能有记忆点的鸡尾酒 就是喝的当下是会有画面感的 就比如刚刚那杯绿蒂 这是我当时看完今年2024年 亚洲Top50酒吧榜单以后发的朋友圈 虽然我知道Bar Weekend 它们家最出名的是La Mostine Fist 但是我没一点 然后我好像也看很多人会诟病 它们家规矩比较多 我觉得可能这点就见仁见智吧 比如我当时喝完三杯以后 问有没有可能能做茶酒的Marcini 但是被拒绝了 当然它后面和我解释了 因为它们浸泡的茶酒浓度和风味不适合做Marcini 我其实完全能接受和理解 但它接着补了一句 因为你们刚刚喝了甜酒 所以现在点Marcini其实不太合适 我就be like fine 怎么说呢就是我脆弱又小的心灵 因为自己提了不合适的要求 觉得很尴尬 又觉得被说教了一下心虚有些不适 大口一点没有关系 但泡泡跟下面的酒起飞 在味道上会比较完整 好 给 辛巴菲拉格香气还蛮浓的嘞 确实有辛巴菲拉格味道 说实话 我觉得它们家是我喝到目前 我是天洁座最好的一家 它虽然很甜 但它对我来处很甜 但它真的分味感到非常细腻 它刚入口的时候是烟细泥味对吧 然后就是凤梨味 就是直接冲进来了很绵 但是烟细你们为何凤梨做的融合 它违孕有抹茶味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没有抹茶 就是 毕罗春 它漂亮的时候 这东西是红茶毕罗春 绿茶绿茶 抹茶绿茶很多吧 茶种是一样的呀 只不过工艺不一样而已 因为凤梨本身有奶味 我觉得凤梨对我来说 有点奶甜味 绿茶一结合之后 就会有那种抹茶感 对我来说这样 然后它违孕的那个茶感 很明显 它每一杯酒的茶感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 我怎么 我真的这么说 但是每一杯都非常清晰 请大家尽量避免做凤梨造型 它上面的梅 它不好剪在哪里 凤梨加上奶盖直接变披茶苦辣达 变成泥梅香气的披茶苦辣达 你是不是觉得凤梨一旦出现在调酒里面 它太强戏了 对 所以它是在speak easy吗 最后这家是我们在它和巴尔屋之间做选择 然后选了这家 因为看起来像是台北南德的正经做经典调酒的日式酒吧 但是出品对我来说可能因为希望比较高 所以有些失望吧 其实我现在的状态是特调喝的越多就越想喝回经典 但是真的不是每家酒吧都能把经典做好 因为调酒在我看来非常看重调酒师的技术 如果一个80分的特调自尾酒菜谱 可能优秀的调酒师能把它想表达的风味架构发挥到极致 但是一个技法一般的调酒师可能只能呈现一个及格分 所以很多时候想喝到好喝自尾酒的本质是寻找一个优秀的调酒师 感谢观看